新政府上場都未夠一年 香港政局就越來越亂 近日就改革行政會議的事 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和行會成員 紛紛透過傳媒隔空薄火 建制內部都這麼分化 代表著什麼呢 專欄作家林和立引述北京消息說 中央已經啟動Plan B要換特首 港澳辦主任黃光雅立刻澄清沒有這件事 不過看回當年董建華下台前 中央官員一樣是否認的 新一輪風波的導火線是一個又一個 政府權力核心人物被揭發可能出現利益衝突 或者牽涉債務問題 令人質疑特首的用人不善 也令人關注現行高官的品格審查制度是否失效 中央公職廣大遲上所有公職 來作出具體的申報是一個行之有效的制度 現在會否影響政府的希望 由負責的處或局或司提名 而經過司長來我這裏 一直以來都是能知有效的 前行政會議成員張鎮远 因為商交所經營不善捲入債務移運 但是行會成員張志剛聲稱 早在一年前已經知道商交所裁軍 為何張鎮远仍然能通過入職前的品格審查 特首梁振英為何仍然委任他多項要職 我們就行會成員品格審查方法 包括由甚麼人審查、審查項目等 問過特首辦 他們只是回覆 行政會議非官首成員在理申前 和主要官員一樣 需接受並通過深入的品格審查 根據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譚志源 在一次回覆議員書面提問時指出 政治委任官員的品格審查 和公務員系統使用的相同 不需要填寫一份品格審查表 當中包括詳細的個人資料、教育背景 參與的社交活動、工作履歷和家庭成員等 並需要提供兩位諮詢人協助了解背景 由警方負責審查 我們向公務員事務局 撒取有關的表格 但對方以內部文件為由拒絕提供 背後一定會做一些記錄檢查 檔案紀錄的調查 即是有沒有刑事罪行紀錄 看了那個填寶的資料之後 警方派一個專業的interviewing officer 負責做這些品格審查官員來和你聊天 深入了解你的狀況是一樣的 學者蔡子強曾經被入職者列為諮詢人 事後她亦接過警方向她查詢那名人士的財務和感情狀況 不過她對這個品格審查制度有質疑 她是否完全依賴當事人或者一些所謂諮詢人 他們本身的口供 而自己會否主動去做一些調查 會否有一些遺漏的地方 甚至有時會被當事人欺騙 這一點可能再要檢討 保安事務委員會副主席陶謹申 早在去年7月已經就特首梁振英 和一眾高官被揭發僭建問題時 質問品格審查制度是否不夠詳細 本源的品格審查制度中 殖民地時代 其實有些是比較緊張的 舉個例子可能和一些所謂左派背景 右派背景那些是很緊張的 資源人手的所限 你說要做很多很大規模的 一些所謂搜集情報的工作 然後去為了品格審查 以我所了解應該是沒有的 今次再有行會成員出事 亦帶出有沒有需要加強債務審查和申報 這個申報要給大眾有監察的權利 品格審查就是入職的時候做 究竟它會不會是因為它的財務陷入困難 所以受制於他人 所以無法有獨立、自主 能夠客觀地、無私地為公眾利益而服務 本身有借貸不是一個問題 做案協很多人都做 做生意很少有人 100%是本錢拿出來 都是銀行貸款是正常商業活動 要求資料太多 或者是更高 完全不准人負債 可能你根本找不到商界的人士去加入 品格審查是做了 是交給政府的最高層 例如特首 但是特首如何去因應那個品格審查的結果 去決定委不委任那個人 始終這方面的決定權在他身上 那會不會特首就是因為太過喜歡某個人 太過覺得沒有了他 就非他不可 結果即使品格審查裡面出現了一些污點 他仍然堅持要用這個人 這一方面只有特首和政府最高層才知道 我今天的嘉賓是中國問題專家林河勒 Willy 歡迎你來議事論事 不過首先我要解一下話 你最近有一篇文章 你說中央政府已經啟動了 叫Plan B Plan B就是換特首了 到底是你自己的觀察 評估還是有人跟你談過呢 這個是北京高層的消息人士透露的 因為那個消息人士是很了解那個 港澳協調小組的運作 和北京舉香港的政策 所以這個是可信的 這個可信 詳細一點解釋清楚 實際上就是 梁振英正如昨天黃光亞主任也說到 他開局的時候就不太暢順 很多阻滯 實際上今年初就在協調小組 或者其他高層方面也有些人主張 好不好考慮換馬 但是最初就是講講 但是經過這個張振遠這個所謂 事件 事件 不要叫他醜聞 事件之後 我想戲團小組裡面已經營造了 一個很強烈的共識 就是需要換馬 所以那個決定已經做了 只不過是執行的時候 當然他要找一個適當的時機 還有找一個適當的… 借口 借口和一個適當的接班人 就是詹培中 他都已經知道有財困了 為什麼 因為張振遠問他借錢 到現在為止 五位被民華拘捕的 三位不准保釋 還有他兩位 全部都是雙情證 沒錯 你覺得是不是有些KQ 後果可能是可大可小 可能是很嚴重的 但是就算撇開這個商交所的 這個帳目問題來說 就是最主要的問題就是CY 他其實我想一兩年前 應該知道那個張振遠那個公司 是入不夫之 財務狀況 是出了問題 但是仍然是堅持 是委以重任 就是派他去其他的 這個很多的委員會 變成張生做了公職王 還有很多懷疑就是會不會 有人提出聯交所遲遲沒有查 張振遠會不會在上面施加壓力等 一系列的問題 這個CY需要解清楚 我想北京目前決定斬攬 其中原因就是除了張振遠之外 可能還有一些另外的醜聞 是未爆出來 有些記者問他問題是鼻天 你到底是不是知道了張振遠有財困 他什麼時候知道 他不回答過 目前以一個民望那麼低 或者是能力 那麼避受質疑的人來到統領 就是似乎是對於中央 中央覺得是不利 另外一方面就是當然 CY頻頻出錯 還有那個醜聞那麼多 就被這個民主派 或者是發動佔中的人士 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反而送了一些分給一些反對派 來壯大他們的聲勢 所以北京覺得 從種種的考慮來說 都是長痛不如短痛 還有所謂不知的Plan C 沒錯 為什麼Plan C Plan C就是如果不換特首 還有什麼可以令到香港的管治 還有誰可以介入這些管治的方式 我想Plan C也是可能的 Plan C可能是踢他上神台 即是說他的職務 或者是表面上的權威沒有轉 但實際上是正式管治的 由另外一個權力中心 換句話說 就在這個特首辦之外 是搞另外一個權力中心 而那個權力中心是有實權的 就是一個大宅善業 因為林鄭剛剛和我同事 我問過她一個問題 我說Exco的章程 即是agenda 是否由你決定的呢 因為以前我在Exco的七年級 是由CS負責的 是 以及統籌的 廣東是把關的 只是做把關的角色 以及開Exco會議 說得只是一個會議的主持人 她從來很少聽見她發表自己個人的意見 她說不是 Exco會議不是她決定的 那我出言 我覺得Plan C的實施行 CS有CS有角色 而且還給一些緩衝期中央政府 來觀察 做政務司司長的人 可否介入管治 所以有這個 我也覺得不奇怪 你認為怎樣 沒錯 這個也是符合邏輯推理的 還有 亦都比中央那個 沒有那麼容易 即是比較容易一些 下台 不需要幾年之內 換幾個特首 有時候 面子問題 是會 中央可能接受不到 匯利 多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我們靜觀其別 多謝你 多謝 昨天立法會再度在建制派聯手下 否決平反六四議案 雖然是這樣 每年6月4日晚 很多香港人都會風雨不改 在維園亮起燭光 悼念當年被政府武力清場 殺害的平民和學生 期望六四有朝一日平反 為死難者討過公道 今年支聯會 用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口號 作為主題 引發部分本土派人士反感 發起杯葛燭光晚會 面對著分化 今年維園燭光會不會變得暗淡呢 我是中五學生廖偉廉 大家都叫我William 六四當年我就未出生 每次看到六四鎮壓拍攝回來的相片 我都非常傷心 一班學生只是在進行和平的示威 但是執政的政權就是用子彈 用坦克來對付他們 廖偉廉廉是學民思潮成員 他參加社運 源於三年前第一次出席六四燭光晚會 我依稀記得就是師徒華先生 還在世的時候 他就在上面 用他九龍二虎之力發出最後的聲音 就是說年青人你們要加油 我們要將這份八九學運的精神延續下去 民主運動就是靠我們這班新生代延續下去 由自聯會主辦的六四燭光晚會 自九零年開始 每年都會定出大會主題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還政於民 還政於民 愛國愛民 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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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金連之聯會 用了八九年一個民間的口號 愛國愛民 香港精神做主題 引起部分本土派人士 極度反彈 杯葛六四燭光晚會 我們的愛國 一定 並非是愛黨 也是立足於一個普世的價值 去愛國 如果我們要真是維護到 我們自己本土的自由民主的話 我們也要改變中國 一黨專政的事實 學生活動 學生活動 無謂無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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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幾年 廖偉廉出席六四活動 都會跟隨大會喊口號 但他說 今年參加燭光晚會的時候 會拒絕喊愛國愛民這個口號 我不會去五大四下 哀國哀民 八九學運的時候 那些大學生的確是 沖著愛國的精神去做 其實支聯會 台灣用愛國做 又是原因 但在現在這個時代 會不會平然都是這樣呢 我就有點猶豫了 支聯會用愛國愛民 做六四晚會主題 在網絡世界引起反響 不少網民利用二次創作 諷刺支聯會 被視為本土派的網台主持 辛比是其中之一 看到後面是支聯會的標誌 這個Lo字 因為它是來自電影 叫《向政府說筆》 正是支聯會定一個主題 其實是把你的晚會切成一個門檻 很簡單 如果我不愛國 是否不可以來你的悼念晚會 我們想說的 只是不去支聯會那個晚會 我們不是說不去任何的晚會 也不是說要杯葛六四 辛比和他的拍檔Summer 雖然不鼓勵市民參加支聯會主辦的 六四燭光晚會 但就反對杯葛的行動 認為香港可以有不同的悼念方式 今年它應該會去中聯辦上立 我又會去自由戰士 因為其實那件事 都是說六四的那班亡魂 其實意思都是一樣 不一定要去維園 我覺得強調一件事 千萬不要躲在家裡悼念 人數很重要 其實不是說照不照人數 而你要讓中共知道 我不去支聯會 不是忘記了六四 我是去別處 燭光是沒有減到的 只不過是散開了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這個是更加有力的 希望大家注重那件事 是十幾萬的燭光 大家一起研點 那種的力量 那種控訴 那種的悲哀 亦都是那種的憤怒 我想這個是別處找不到 亦都是第二個形式 是表達不到的 今年六四踏入二十四周年 或者有人不同意 每年在維園燭光晚會的形式 不滿意每年大會所定的主題 但是多年來 香港人悼念六四 這一份堅持從未間斷 平反六四的決心始終如一 還有個謎語 老公潑線為甚麼 淒涼 這麼快猜到的 也不好玩 就是多跟市民、街坊接觸 在這方面 我覺得現在的功能組備議員 已經…不是說 只是躲在議事堂 真的走出社會了 那些車很危險 那些車很危險 擁有機械工程師 以及工業工程師資格的 劉偉國 進身立法會之前 做了十四年委任區議員 屬於建制派的一份子 多年來 他擔任的工職 包括工程師學會會長 和城市大學校董 由先後獲頒榮譽勳章 以及童子經勝賬 而早年 已被委任為中山市政協的盧偉國 今年初更榮登為山東省政協 你以往都是IT界的選民 亦在06年參加過IT界的選委選舉 就輸了 為何今天突然空降在工程界 是否被人擺佈得到陰點 Raymond 你將是非顛倒 因為工程師可以選擇在工程界 或者IT界做選委的競選 去年他出選立法會 挑戰已經做了四屆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的何忠泰 盧偉國先生在上述選舉中當選 恭喜盧偉國先生 恭喜盧偉國先生 結果他以壓倒性姿態勝出 有輿論猜測 盧偉國之所以告票當選 是得到中聯辦祝福 他強烈否認這個說法 我想如果將工程師本身對候選人的判斷 簡化為受哪些影響 我想這對工程師很不公道 我多年從事電子工業 亦有IT方面的工作 亦參與政府很多諮詢委員會 這些歷年其實對於接觸選民 都是有幫助 盧偉國因為有份提名梁振英參選特首 所以被外界標籤為梁粉 令他覺得很無奈 我覺得這個說法真的太粗疏了 不過傳媒就是競選時間的炒作 唐生和梁生其實我都認識了很多年 我提名梁生主要是他的政綱 當中有一個初稿 然後再去諮詢,即是業界給意見 這個做法都相當可取 你現在調查成怎樣 我會答兩三條 梁振英上場之後 被批評用人為親 盧偉國認為 與理念相近的人共事並沒有不妥 但近期行政會議成員 因個人操守問題 接二連三地出事 法定當局在密室人選出任公職的時候 沒有心思熟慮 對於他的成員 接二連三有問題出現 其實我個人都覺得是有失望的 要考慮的不僅僅是他的工作能力和歷練 也要考慮他方方面面的背景 包括性格和商業活動方面 帶來崗位的可能矛盾 其實這些是要考慮周長的 作為立法會第二大政團 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副主席 政壇流傳 經民聯是在中央屬意下成立的 目的是為特區政府 穩住立法會的票源 我們幾個議員 真是基於以往合作的經驗 想產生協同效應 我們也有個協議 就是我們不會說 捆綁式投票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背景 上個月底 經民聯想經 成為香港第一批 獲新一屆領導人接見的政團 盧偉國說 香港經濟正面臨關鍵時刻 如果不再找出路 只會繼續走下坡 會不會說 委員長所說的 香港現在首爾任務 是要做好經濟 我們以往競爭的優勢 是減弱 變成我們一定要找出 新的優勢 新的商機 我作為三十多年 在業界裡打滾 我都深深感受到 香港人應該有這樣的危機感 應該這樣的意識 是要找出我們 新的發展的路向 接著是東張西望 現在我方似在等待 那幾個星期在我的人生 在我記憶裡面 那個影響是非常大 我們不要去評斷 歷史是他寫的 就找完 找我的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